牡丹江上最重要的水域在哪里 我们去静泼湖看一看 冬天到了这里 你们看湖水集上冰之后 真是像一面大镜子一样 这个静泼湖它的名字就源自于 就是波平如镜 所以叫静泼湖 静泼湖源自吉林敦化牡丹岭 大大小小三十多个水系 汇聚成了静泼湖 它也是牡丹江的上游 也就是说牡丹江流域 整个农田的灌溉呢 都是源自静泼湖的湖水 好米离不开好水 讲解员李兰宇告诉我 到了夏季 静泼湖风景如画 烟波浩渺 可冬天的静泼湖 冻得结结实实 除了凿冰捕鱼 一点水也看不见 正当我略有遗憾之时 兰宇却给了我一个惊喜 大家是不是觉得 会有一种穿越了的感觉 觉得有点奇怪 为什么你们看我身后的这片水 正在哗啦啦啦 流得还挺湍急呢 这个呢就是静泼湖的 一个天然的出水口 下游呢就是流到的是 经过黑龙潭 然后就流进的是牡丹江 怪不得大家都说呢 其实来到这知道 静泼湖呢是第一大火山 夜色湖 但咱们看的这个流水 它怎么是始终在流动的呢 黑龙潭呢是和静泼湖 冰面下面的这个水是连通的 所以能保证这个水 一年四季都不动 那就有点像一个连通器的原理 对 连通器的原理 眼前奔涌的水流 正是来自黑龙潭 地壳运动 让它比静泼湖水面 低了十余米 但两个水域的底部 却是连通的 所以静泼湖表面 虽然冻得硬邦邦 冰下的活水 却能够流到黑龙潭 这样独特的地质结构 造就了神奇的美景 让这里成为了游客们 必打卡的观光地 来吧 咱们一块测测温度 我这次带了一个专业的 有一个小碳针 正好可以测测这里的水温 来吧 接下来我把碳针 伸到水里面测一下 哇 大家看 7.8摄氏度 静泼湖的水不仅干净清澈 而且富含矿物质 正是这样的水 在种植季节时 流到了田间 浇灌了一颗颗石板上的荷苗 那些水不仅干净清澈 比较厚的水 以下的水测 比较厚的水 浓石的水 至少 是出质的水 水不仅干净清澈 到哪个水 以下的水 就在日本